1942年冬天,许贝鸿从重庆到了桂林,准备取回存在严董中的几十箱珍贵资料。 他想把这批书籍放到中国美术学院的图书馆工人借阅。 由于图书馆需要人来管理,许贝鸿索性在桂林当地招聘官员。 正是因为这次旅行,让他找到了情感归属,生活由此发生转变。 他们规定,只招收女性。 彼氏有徐先生亲自评审,报名者多达五十余人,最后录取了一位湖南籍的女学生。 徐先生亲自给他改了名字,叫廖靖文。 来报考的都是大学生,妹妹当时就在想,她觉得自己肯定考不上。 但是结果一出来,她是第一名,就这样被录取了。 她后来就跟着徐贝鸿去了重庆,她平时只要一有时间,就会去看徐贝鸿画画。 据廖靖文回忆,当时她曾问起徐贝鸿有家难回的事情。 徐贝鸿不悲伤地说了一句,一切都已经过去了。 妹妹平时和徐贝鸿接触比较多,徐贝鸿对她也是很关心。 平时她只要生病什么的,也都是她在照顾她。 结果有一天,我妹妹就给我写信,她跟我说她跟徐贝鸿之间产生爱情了。 我跟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以后,都不同意。 毕竟徐贝鸿和蒋碧薇的事情,闹的动静是那么好。 父亲如此,蒋碧薇得知此事后,当即就给廖家写信,指责廖靖文的不是。 这样一闹,廖家人更反对女儿与徐贝鸿在一起。 我这妹妹啊,只要她认定了的事情,那是怎么都挡不住的。 后来她就亲自到贵延来找我,跟我说明了徐贝鸿的实际情况。 我就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 后来我的父亲也就没什么意见了。 为了与廖靖文结合,徐贝鸿在报纸上再一次刊登了一则与蒋碧薇离婚的通告,以此贴近于她的关系。 可她没想到,这一举动彻底惹怒了蒋碧薇。 上一次,要和孙允军结婚,登报离婚。 这一次,要和廖靖文结婚,又登报,徐先生,毫无理由地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侮辱。 我实在不能忍了,我要控告她,不是控告她重婚罪,而是控诉她,侵犯我在社会上,独立生存的自由。 最终,在律师的调和见证下,徐贝鸿和蒋碧薇于1945年12月31日正式签字离婚。 两人离婚后,徐贝鸿支付蒋碧薇100幅画,40幅古画,以及100万元钱作为离婚赔偿。 至此,蒋碧薇和徐贝鸿之间的感情,宣告彻底结束。 徐贝鸿与廖靖文结婚后,就任北京艺术学院院长,定居北京。 同年,徐贝鸿被查出患有肾脏病,廖靖文一直在身边照顾。 在与徐贝鸿相守的日子里,徐贝鸿把自己比作孤星,把妻子廖靖文比作明月,象征着他们之间深厚的感情。 而蒋碧薇在与徐贝鸿离婚之后,于1949年,在张道帆的安排下去了台湾。 因为张道帆有家世,两人一直保持着情人关系。 可世事变化无常,两人的感情慢慢变淡。 1958年,张道帆结束了与蒋碧薇长达三十年的爱情长跑,回归了家庭,只留下蒋碧薇一人孤苦度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